墨西哥的巴哈加利弗尼亚省呢 出现了是相当骇人的景象 因为呢有两具的尸体 就这样被挂在高速公路高架上 消息情况连线记者朱祁宇 好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当惊悚的画面 就出现在呢 墨西哥的巴哈加利弗尼亚省 一座高速公路的高架上 这个边边就挂了两具尸体 像是公开处决 看到的民众都相当的害怕 而警方赶到之后 更扩大搜索的周围 最后一共呢 在附近发现六具尸体 都是同样的手法 先被枪杀后 再挂在高速公路桥边 警方透露 这是当地贩毒集团 常见的恫吓手法 而且桥面上也发现了 西班牙文写下的字句 上面就写着 如果你们不和我们合作 下场就会像这样 而且讯息里面 黑帮还透露 巴哈省从南到北 都是他们的地盘 墨西哥警方也整理出 今年的黑帮互斗死亡事件 是去年的两倍 高达409起 也反映了墨西哥近年来 治安不断恶化的情况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